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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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许他性格的力量和独特之处弥补了外貌上的不足 鲁切斯的先生喜欢果断和古怪的人 格雷斯至少很古怪 要是从前一时的荒唐 是鲁切斯的先生落入了格雷斯的手掌中 行为上的不减点酿成了苦果 使他如今对格雷斯所施加给自己的秘密影响 既无法摆脱又不能漠视 那又有什么呢 但是一想到这里面 普尔太太宽阔结实 扁平的身材和丑陋干瘪 甚至粗糙的面容便清晰地浮在我面前 于是我想 不 不可能 我的猜想是不可能的 不过 这时一个在我心里悄悄说话的声音建议道 你自己也并不漂亮 而鲁切斯的先生却赞赏你 至少你总是觉得好像他是这样 而且昨天晚上别忘了他的话 别忘了他的神态 别忘了他的嗓音 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语言 那眼神 那声调 此刻似乎活生生地在线了 这时我待在读书室里 阿黛在画画 我弯着身子指导他使用画笔 他抬起头 颇有些吃惊 怎么了 艾尔小姐 你的手指抖得像树叶 你的脸红得像樱桃 阿黛 我很热 这么拱着身子 我很热的 阿黛继续画他的速写 我继续我的思考 我急于要把对格雷斯普尔的讨厌想法 从脑海中驱走 因为它使我感到厌恶 我把它与自己做了比较 发现彼此并不相同 悲喜利文曾说过 我很有小姐派头 她说的是事实 我是一位小姐 而如今 我看上去已比当初悲喜见我的时候好多了 我脸色已经更加红润 人已经更加丰满 更富有生命力 更加朝起蓬勃 因为有了更光明的前景 和更大的欢乐 黄昏快到了 我朝窗子看了看 自言自语地说 今天我还没有在房间里 听到过 鲁切斯特先生的声音和脚步声呢 不过天黑之前 我肯定会见到他的 早上我害怕见面 可是现在却渴望见面了 我的期望久久落空 真有点让人不耐烦了 当真的暮色似合 阿黛勒离开我 到宝玉室 同索菲亚一起去玩的时候 我急于盼着同她见面 我等待着听到楼下响起铃声 等待着听到丽雅 带着口讯上楼的声音 有时还在恍惚中 听到鲁切斯特先生 自己的脚步声 并赶紧把脸转向门口 期待着门一开 她走了进来 但门依然紧闭着 唯有夜色透进了窗户 不过现在还不算太晚 他们常常到七八点钟 才派人来叫我 而此刻才六点 当然今晚我不应该完全失望 因为我有那么多的话 要同她说 我要再次提起 格雷斯普尔这个话题 听听她会怎么回答 我要爽爽气气地问她 是否真的相信 是她昨夜洞的恶面 要是相信 那她为什么要替她的恶行 保守秘密呢 我的好奇心 会不会激怒她 关系不大 反正我知道 一会儿惹她生气 一会儿抚慰她的乐趣 这是一件 我很乐意干的事 一种很有把握的直觉 常常使我不至于做过头 我从来没有冒险 越出使她动怒的界限 但我很喜欢在边缘上 一事伸手 我可以既保持细微的自尊 保持我的身份 所需的一英礼节 而又可以无忧无虑 无拘无束地同她争论 这样对我们两个人都合适 楼梯上终于响起了 歌之的脚步声 Lia来了 但她不过是来通知 茶点已经在Fair Fox 太太房间摆好的消息的 我朝那里走去 心里很是高兴 至少可以到楼下去了 我想这么一来 Luluchess的先生更近了 你一定想用茶点了 到了Fair Fox 太太那里之后 这位善良的太太说 乌饭你吃的那么少 我担心你今天不大舒服 你看上去脸色肥红 像是发了烧一样 哦 我很好啊 我觉得再好没有了 那你得用好胃口来证实一下 你把茶壶灌满 让我吃完这一针好吗 这活一了结 她便站起来 把一直开着的板叶窗放下 我猜想没有关窗户 是为了充分利用日光 尽管这时已经木矮沉沉 天色一片朦胧了 今晚天气晴朗 虽然没有星光 Luluchess的先生出门 总算遇到了好天气 她透过窗玻璃往外看的时候说 出门 Luluchess的先生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他出去了 哦 他吃好早饭就出去了 他去了李斯 艾西顿先生那儿 在米尔科特的另一边 离这儿十英里 我想那儿聚集了一大批人 英格拉姆寻爵 George Lynn爵士 等他上校都在 你盼他今晚回来吗 不 明天也不会回来 我想他很可能待上一个礼拜 或者更长一点 这些杰出的上流社会的人物 相聚 气氛欢快 格调高雅 娱乐款 但应有尽有 所以他们不急于散活 而在这样的场合 尤其需要有教养 有身份的人 Luluchess的先生既有才能 在社交场合中又很活跃 我想他一定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女士们都很喜欢他 尽管你会认为 在他们眼里 他的外貌并没有特别值得赞许的 地方 不过我猜想 他的学识能力 也许还有他的财富和血统 弥补了他外貌上的小小缺陷 Luluchess那个地方 有贵妇和小姐吗 有埃西顿太太和他的三个女儿吧 他们真还都是举止文雅的年轻小姐 还有可尊敬的布兰奇和玛丽英格拉姆 我想都是非常漂亮的女人 说实在的 我是六七年前见到布兰奇的 当时她才十八岁 她来这里参加Luluchess的先生举办的圣诞舞会和聚会 你真该看一看那一天的餐室 布置得那么豪华 点得又那么灯火辉煌 我想有五十位女士和先生们在场 都是出身于郡里的上等人家 英格拉姆小姐是那天晚上公认的美女 你说你见到了她 菲菲菲斯太太 这位小姐长得是个什么模样 是啊 我看到她了 餐室的门常开着 而且因为圣诞期间 允许用人们聚在大厅里 听一听女士们演唱和弹奏 Luluchess的先生要我进去 我就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坐下来看她们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光彩夺目的景象 女士们穿戴的富丽堂皇 大多数长得都很标致 而英格拉姆小姐当然是女皇了 她是什么模样呢 高高的个子 漂亮的胸部 斜肩膀 典雅齐长的脖子 有黑而洁净的橄榄色皮肤 高贵的五官 有些像Luluchess的先生那样的眼睛 又大又黑 像她的珠宝那样大放光彩 同时她还有一头很好的头发 乌黑乌黑的 而且又梳理得非常妥贴 脑后盘着粗粗的发辫 额前是我所见到过的最长最富有光泽的卷发 她一身素白 一块琥珀色的围巾绕过肩膀 越过胸前 在腰上扎了一下 一直垂到膝盖之下 下端选着长长的流苏 头发上还戴着一朵琥珀色的花 与她的一团乌黑的卷发形成了对比 当然她很受别人倾慕了 是啊 一点也不错 不仅是因为她的漂亮 而且还因为她的才能 她是那天演唱的女士之一 一位先生用钢琴替她伴奏 她和Luluchess的先生还表演了二重唱呢 Luluchess的先生 我不知道她还能够唱歌 啊 她是一个漂亮的男低音 对音乐有很强的鉴赏力 那么 英格拉姆小姐呢 她属于哪类嗓子 非常圆润有力 她唱得很动听 听她唱歌是一种享受 随后她又演奏 我不会欣赏音乐 但是Luluchess的先生行 我听她说 小姐的演技很出色 那么 这位财貌双全的小姐还没有结婚吗 好像没有 我想她与她妹妹的财产都不多 老英格拉姆寻举的产业 大体上限定了继承人 而她的大儿子几乎继承了一切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富裕的贵族 或者是绅士看中她呢 比如Luluchess的先生 她很有钱 不是吗 哦 是啊 不过你瞧年龄差别太大 Luluchess的先生已经快四十了 而她只有二十五岁 那有什么关系呢 比这更不般配的婚姻 哪天都会有呢 那是事实 但我不会认为Luluchess的先生会抱有那种想法 哦 你可是什么都没有吃呢 从开始吃茶点到现在 你几乎没有尝过一口 不 我太渴了 我太渴了吃不下去 让我再喝一杯行了 我正要重新将话题 夜上徘律的一切 纳入常识的可靠规范之中 我在自己的法庭上受到了传讯 记忆出来作证 陈述了从昨夜以来 我所怀的希望 意愿和情感 陈述了过去近两周 我所沉溺的一般思想状况 李智走到前面 不慌不忙地 讲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 揭示了我如何拒绝了现实 狂热地吞下了理想 我宣布了大致这样的判决 世上还不曾有过比 吉恩·艾尔更大的傻瓜 还没有一个更异想天开的白痴 那么轻信甜蜜的谎言 把毒药当作美酒吞下 你 得宠于洛奇斯的先生吗 你有讨他欢心的天赋吗 你有哪一点来说 对他举足轻重呢 滚开 你的愚蠢让我厌烦 而你却因为人家 偶尔表示了喜欢 便乐滋滋的 殊不知 这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绅士 一个经于事故的人 对一个下属 一个出出茅庐的人 所做出的暧昧表示 你好大的胆子 愚蠢的可怜的受骗者 难道想到自身的利益 都不能让你聪明些吗 今天早上 你反复叨念着 昨夜的短暂情景了 蒙起你的脸 感到羞愧吧 他说了几句 撑在你眼睛的话 是吗 盲目的自命不凡者 睁开那双模糊的眼睛 瞧瞧你自己该死的糊涂劲吧 受到无意与他结婚的上司的恭维 对随便哪个女人来说 都是没有好处的 爱情之火 我悄悄悄地在内心点燃得不到回报 不为对方所知 必定会吞没煽起爱的生命 要是被发现了 得到了回报 必定犹如鬼火 将爱引入泥泞的荒原 而不能自拔 对所有的女人来说 那简直是发疯 那么 听着对你的判决 明天 把镜子放在你面前 用粉笔绘出你自己的画像 要照实画 不要淡化你的缺陷 不要省略粗糙的线条 不要抹去令人讨厌的不匀称的地方 并在画像下面书上 孤苦无依 相貌平庸的家庭女教师肖像 然后 拿出一块光滑的象牙来 你在盒子有一块背着 再拿出你的调色板 把你最新鲜 最漂亮 最明洁的色彩 调起来 选择你最精细的骆驼毛笔画 仔细地画出你所能想象的 最漂亮的脸蛋 根据菲尔法克斯太太 对布兰奇 英格拉姆的描绘 用最柔和的浓淡差别 最甜蜜的色彩来画 记住 要有乌黑的头发 东方式的毛子 什么 你把洛切斯的先生作为模特 震惊 别哭鼻子 不要感情用事 不要反悔 我只能忍受理智和决心 回忆一下 那庄重而和谐的面部特征 希腊式的脖子和胸部 露出圆圆的光彩照人的胳膊和纤细的手 不要省掉钻石耳环和金手镯 要一丝不差地画下衣服 旋垂的花边 闪光的段子 雅致的围巾和金色的玫瑰 把这幅肖像画提作多才多艺的名门闺秀 布兰奇 将来你要是偶尔想入非非 以为洛切斯的先生对你印象很好 那就取出这两幅画来比较一下 并且说 洛切斯的先生要是愿意努力 很可能会赢得那位贵族小姐的爱 难道她会在这个贫穷而微不足道的平民女子身上 认真地花费心思吗 是的 我会这么干的 我打定了主意 决心一下 人也就平静下来了 于是便沉沉睡去 我说到做到 一两个小时便用蜡笔画成了自己的肖像 而用了近两周的功夫 完成了一幅想象中的布兰奇 英格拉姆象牙微型画 这张脸看上去是够可爱的 同用蜡笔根据真人画成的头像相比 其对比之强烈 已经到了自制力所能承受的极限 我很得意于这一做法 它使我的脑袋和双手都不闲着 也使我希望在心里落下的 不可磨灭的新印象 更强烈 更不可动摇 不久 我有理由庆幸自己 再迫使我的情感 服从有益的纪律方面有所长进 多亏了他 我才能够大大方方 平平静静地对付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要是我毫无准备 那恐怕是连表面的镇静 都无法保持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 却不见洛奇斯的先生的消息 十天过去了 他仍旧没有回来 菲尔法克斯太太说 要是他直接从利斯去伦敦 并从那转到去欧洲大陆 一年内不再在 桑菲尔的露面 他也不会感到惊奇 因为他常常出乎意料地 说走就走 听他这么一说 我心里冷嗖嗖沉点点的 实际上 我在任凭自己陷入一种 令人厌恶的失落感 不过 我调动了智慧 重建了原则 立刻使自己的感觉 恢复了正常 说来也让人惊奇 我终于纠正了一时的过错 清除了认为有理由 为洛奇斯的先生的行动 操心的错误想法 我并没有低声下气 怀着浓性十足的自卑感 相反 我只是说 你同桑菲尔德的主人无关 无非是拿了他的工资 去教他的被保护人而已 你感激他体面友好的款待 不过你进了职 得到这样的款待 是理所应当的 这是你与他之间 唯一严肃承认的关系 所以不要把你的柔情 你的狂喜 你的痛苦等等 记在他的身上 他不属于你的阶层 记住你自己的社会地位吧 要充分自尊 免得把全身心的爱 突然浪费在不需要 甚至瞧不起 这份礼物的地方 我平静地干着一天的工作 不过脑海中 时时隐约赏过 我要离开桑菲尔德的理由 我不由自主地设计起广告 预测起新的工作来 这些想法 我没有必要去制止 他们也许会生根发芽 还可能结出果子来 洛杰斯的先生 离家已经两周多了 这时候邮差送来了一封 给菲尔法克斯太太的信 他看了姓名和地址说 哦 是老爷写来的 我想现在可以知道 能不能盼他回来了 他在拆开封口 仔细看信的时候 我继续喝我的咖啡 咖啡很热 我把脸上突然泛起的红韵 看作是他的缘故 不过 我的手为什么抖个不停 为什么我情不自禁地 把半杯咖啡溢到了碟子上 我就不想去考虑了 嗨 有时候我总认为太冷静 现在可有机会够我们忙了 至少得忙一会儿 菲尔法克斯太太说着 仍然把信纸举着 放在眼镜前面 我没有立即提出 要他解释的要求 而是系好了 阿呆勒碰巧松开的尾嘴 哄他又吃了个小面包 把他的杯子再倒满牛奶 随后淡然地问道 我想 勒切斯的先生 不会马上回来吧 说真的 他要回来了 他说三天以后到 也就是下星期四 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 我不知道在 利斯的贵人们 有多少位同他一起来 他吩咐准备最好的卧室 图书室和可厅 都要清扫干净 我还要从 米尔科特的交纸旅店 和能弄到人的 随便什么地方 再叫些厨宫来 而且女士们都带女仆 男士们都带随从 这样我们满屋子都是人了 菲尔法克斯太太 匆匆咽下早饭 急急忙忙地 去做准备工作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长篇小说《简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道理由 吧 Drum